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侯佩斯 来看今天马股的走势 由于投资者在国家银行 昨天降息后 出售联昌集团和马银行等银行股 导致马股今天下跌了5.61点 币市时报1654.78点 马币继续升值 涨至10个星期新高 下午5点 马币对美元报3.94100几 昨天为3.97000几 来看今天的交易统计 外资今天买进 1亿3719万几 小富也买进1688万令吉 本地机构则卖出1亿5407万令吉 接着是企业另外的单元 首先是国家银行 昨天降低隔夜政策利率 0.25%后 马来亚银行今天率先宣布将基本率 基带率和存款率下调0.2% 明天起生效 利率调整后 基本率将从3.20%降至3% 基带率则从6.85%下调至6.65% 存款率则取决于不同产品而定 整体来说将调低0.2% 接着是亚通宣布进行系列内部人士调动 包括让天提通首席执行员 纳都斯里沙查理 升任东南亚业务副总裁 他的空缺将由电讯业专裁 麦可格业纳接手 该集团目前正成立专管区域业务的单位 已在天提通服务11年的沙查理 将转任这家新单位的副总裁 这两项调动将从9月1号起生效 最后是大马机构产业宣布 进军西班牙产业发展市场 大马机构产业将在西班牙 设立持有50%股权的联营公司 并准备投资3500万欧元 大约1亿5365万令吉 一寸DC够优质的资产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